中共國企業家命運悲慘,郭先生寄予保存實力活下去,11月9日的大直播裡,郭先生透露了近兩個月的時間,中共國的精英資產相繼外逃,數量驚人。 據悉,這些數據是來自11月7日國務院郭子班時向李克強和李強匯報的文件。 在二十大前的9月1日至10月20日期間,千萬財富以上的企業出走有200多人,多數去日本、新加坡、加拿大。 千萬級以下的10萬精英就離開了中共,最大多數都走去新加坡和溫哥華。 報告中說,這些人大多數轉移了資產,受影響的企業大約有40萬家。 郭先生又了解,最近世紀馬上要出行加強版,以戰士特別時期為名,廢除了過去人民幣,進行徹底全面的提言控制。 郭先生又寄予中共國企業家,要心懷希望保存實力活下去, 新中國聯邦一定會消滅中共,而中國人民也會在鳳凰列盤後重生,走向與人類共存的新未來。 〈現在私是開企業." G.C.I.C.O. 感谢观看